大家好,我是焦灯小王 用户家的地板钻坏了 要把所有的地板钻全部换成新的 所以这台规矩空调有点爱事 用户让我给它把内机拆了 等地端贴好了再过来给它安上 大约十天之前,这个内机让我给拆掉了 今天用户打电话让过来安装 用户是一位60多岁的大叔 让我来拆空调之前给我打电话 说就把符收一下,内机拆掉就可以了 开始他想自己买个内溜角,自己收符拆内机 但是看到YG的标签以后,自己又不敢弄了 因为这个空调是变频的 他刚开始以为是个普通的R22的空调 所以用户都打算好了,万一收符不成功 将来安装的时候,自己在网上买这符夹上就行了 但是刚要收符的时候,用户说看到是变频的 而且是410的冷媒,就犹豫了 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没敢动手拆 所以给我打电话,还是让我过来给他拆 讨价还价,拆空调100,安上去再100,一共200块钱 即使这样,用户还嫌贵 但是没办法,打听了一圈,基本上都是这个价 由于我以前给他家修过洗衣剂 所以同样的价格还是让我给他拆装 用户自己也说,拆装空调太简单了 一共就两个螺丝帽,几根线 由于他家的空调就在一楼平地 所以活也特别好干 当时拆的时候也就十几分钟全部干完了 现在过来安,略微浪费一点时间 因为这个空调是变频的,所以要出真空 这样的话,几分钟,把内机的管路和泄露全部揭好 然后上外机出真空就可以了 管揭好以后,拿包扎袋,重新把外面包扎一遍 这样看上去会更加美观 这位大叔也是个仔细人 干活的时候全程观看 生怕有干不好的地方 变频空调的线也特别好接 不像定频那么多 一共就四根线 按照标识接上就可以了 要不大叔说他自己都能干 确实特别简单 经过十几分钟的忙活 内机的泄露和管路全部接好 现在马上就去外机进行抽空 为了让大叔看我干活的专业性 今天把我维修冷库的压力表拿了出来 这套压力表一般修空调我是不用的 因为拿着比较笨拙,安装也比较麻烦 今天就把它拿出来进行抽真空 当我把压力表接上的时候 大叔说这个空调新的安装的时候 也没见过抽真空 好像是排了一下气就完事了 那我说只能是安装工 当时安的时候偷工解料了 这边边空调必须抽真空 特别是C101的 现在用半水把夹缚扭开 然后接上管抽真空就可以了 这个空调是个两批的奥克斯 大约抽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真空抽完以后把压力表灌死 然后把夹缚扭下来 拧开脚发的发门就可以了 正空抽完以后打开空调进行试计 用户也特别仔细 让我制冷制热都给它试一会儿 然后它自己摸出风口的温度 确定没问题以后 这活就全部完工了 刚才制冷试完了 现在试制热 粗管一会儿就烫手了 这样这台空调内机就安装完毕 全程半个小时左右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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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